作词 李宗盛 散入春风满落城 眼前一昧飘飘的乐手将诗剧中婉转悠扬的笛音带入现实 近日由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打造的新版中国风机器人乐队墨甲完成首演并引发广泛关注 乐队中有玉恒 摇光 开阳三名机器人乐手 分别演奏中国传统乐器竹笛 空喉和排骨 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他们在灯光映尘下默契合奏 日前 墨甲中国风机器人乐队项目总负责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米海鹏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几年前 他曾参与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乐队的研发工作 这让他萌生了打造中国风机器人乐队的想法 当时在日本这个是一个摇滚机器人乐队 所以有三个机器人在演奏摇滚音乐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看很自然 因为机器人都是这种铁皮的造型 然后看起来很金属朋克 他们来演摇滚也是特别的顺理成长的 但是我本人其实更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音乐这种风格 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想 如果中国音乐风格也让机器人来演奏 有没有可能 如果有可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2018年夏天 墨甲机器人乐队项目正式启动 研发过程中 项目团队与音乐家合作 将演奏技巧翻译成工程性的语言 让机器人一点点地学会演奏这些中国传统乐器 但掌握独奏远远不够 让乐手们默契配合同样重要 经过反复调试与改良 新版墨甲机器人乐队可演奏四支合奏曲目和两支独奏曲目 谈及机器人演奏与人类演奏的不同之处 密海鹏说 机器人在某些方面可以突破人类演奏的限制 但同时也会有不足之处 比如说在演奏竹笛的时候 它的长音可以比人长很多 在比如演奏空喉的时候 它的和弦也可以比人同时演奏的和弦的数量多很多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同时播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弦 那尽管在机器它可以模拟人的技巧 但它很难模拟人的情绪 这是它最明显的短板 密海鹏表示 墨甲展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 不仅让人们更好地思考自己与机器人的关系 也让科技与中国传统艺术进行了一次有趣的碰撞 中国风的音乐它是很有特色的 它不太擅长用特别西方化的 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呈现 它应该是很古朴的 是甚至中国文化所传承的这种很田园很禅 那这样的这种哲学思考 这种文化属性这种艺术特色 用科技来怎么呈现 其实在全世界是空白的 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特有一种文化形式 墨甲亮相以来 唤起了很多人对于机器人技术 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关注 米海鹏说 希望未来能打造更多新乐手 让科技与传统艺术的结合 拥有更多可能性